沒見一陣子的黎瑞恩 就說在家裡抗疫期間 想了很多新計劃 但一樣就是他在9月會再踏舞台 不過這次不是開演唱會 而是參演好朋友 馬俊偉策劃的舞台劇 馬仔還在社家平台 鋪了小恩子的角色造型照 跟平時嬌的小恩子很不同 是呀是呀 因為有一個新的嘗試 因為第一次做舞台劇 一個搞笑的舞台劇 都試一下 沒玩過 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其實我是扮演一個秘書 都挺好玩的 有唱歌 有跳舞 自己之前有沒有舞台劇的經驗 沒有 從來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想著會做 因為我記台詞很差 但他說不要緊 你試一下 你排很多次就會熟了 他說我有三個月時間給你排 你沒理由不記得 那又是呀 是呀 試一下吧 除了舞台劇 小恩子都可以試一下 找馬仔合作電影 事關對方最近獲得 由網民投選心目中的 最佳新導演獎 認真厲害呀 有呀有呀 我其實也有捧場的 希望他寫多些更加好的劇本 小恩子今年特別多搞作 他說接下來還會發生做作家 不過本書的真正主角 並非是他自己 出書都會有一個試一下 因為想出一本書 就是我媽媽的湯水書 對呀 因為我有個朋友 就是媽媽最近患癌 她就打來問我 你有甚麼懂得熬 即是給那些病人身體會好些 我說我不懂的 要問我媽媽 我就問她 我們開了一個群組 三個人 但我發現我媽媽 真的熬湯那方面都挺厲害的 那我就覺得 以後我媽媽八年龜佬就失喘 不要啦 快點幫她出一本書 留為紀念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小恩子又說 最近除了忙寫書牌戲之外 就是陪從澳洲回來的女兒 她說疫情未爆發之前 已經叫女兒回香港 還說幸好一早買了機票 剛剛好被開隔離 這樣說